今天天气好像看着又还不错 太阳是挺大 但是依然是并不热 为了挡风也是没办法呀 米饭好了 生菜热一热 这还是前天的剩饭剩菜 但是这里的天气不影响 真是剩菜入味的程度真的超赞 我想30公里今天赶到不动泉去 但是我感觉我的电不够 电是用光的 还在边给它太阳能边发着电呢 不动泉那边的话就有加油站 看饭馆 还怕4600多 还怕100多米海拔 随便吧今天走到哪是哪 目前还有一桶水 要水做其他都不是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丰 但是我现在一天天的路上 这里的阳子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 看见 就像 不吝点赞 打赏 让你 我 离开了雪山 又进入了这个大山里面 这里面信号不行 没信号 所以要抓紧出去 一时半会儿 还爬不出这个山呢 要上4600真的有点喘 还扛得住 扛得住 我先歇会儿了 感觉就是前面应该这里就到底了 因为不动拳 它是4660多海拔吧 我现在已经4630海拔了 所以差不多应该快到底了 但是呢 天气预报显示过一会儿有雨啊 怎么办呢 现在乌云密布的 哪是下什么雨啊 突然狂风大作 刚才大太阳 现在已经要下雪 好冷啊 接到车里面去 怎么接 好冷啊 好冷啊 感谢你 边边上的这个路 乱得要死 还要跑这么高 他已经快接过去了 都快把我爬哭了 真的是 我根本就不知道 去不动拳 还要先到 宽南山牙口 直接一口气 我又爬了200多海拔 而且路 那么烂 我的车 还没从那底下爬上来的 真的 今晚就在牙口圈 扎营的 我真的是胃 胃得疼 都血崩了 我说了半天 就是挡风的地方 有味儿大 两个厕所 或者是被人看着 别离开 别离开 哎呀 哎呀 心里 我没看到这个 哎呀 他受不了 哎呀 虽然也是突然 以前就看那个电影 所以就特别想买客戏 你看 我发现 我发现 我觉得看不了这个 火车 直接穿过这边的 直接穿过来这边 嗯 那我住在那儿 我住在那儿 不是吵死了 好冷啊 没有帐篷 就是不好 把这剩菜里面 捞几 捞几包这个干切面 没有帐篷 这么大的风 又冷 实在是没办法坐在外面 生柴火炉做饭 挡风都是的问题 还别说人坐在外面 两包差不多吧 发紧干干了 太冷了 主要 主要穿的 就跟冬天一样冷 那时候 对吧 冬天的装备 全都穿在身上 雪地靴啊 油股啊 我看眼睛都肤肿了 好辣啊 好辣啊 我觉得这家里的面 还挺香的 但是感觉应该 但是感觉应该不舒服 两包比较瘦我 电一点都没有了 怎么办 天气 现在这边天气就这样子 说变就变 上午出现太阳 上午就开始下雪 所以发电 根本就跟不上 明天要是没太阳 就走不了了 我想养猪的 想法 可能要放弃了 因为好多游游都叫我不要养 叫我先把自己养活 那我先照顾好自己再说 油气特别多 就是老铁 铁粉 铁粉游泳 他们就是更建议我 他们就是更希望我 就照顾好自己先 不要人家的东西 其实我想养的话 我也是想过了高海拔铁区 过了无人区 再养 你吃饱了 我这包再搞一包 好 好 就这么干 再搞一包 好冷了 行 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静安 明天看情况之后出发了 拜拜